大家好,我是派 最近呢,我和美国的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呢,他问了我关于之前感情的故事 我把我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我认识我前男友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然后呢,我当时在找工作 他当时是做HR 然后我把这个简历给到他之后 他说,Oh my God,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生,非常巧 然后呢,我们就见面了 见面之后呢,聊得也很开心 然后呢,后续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符合他的这个要求 他也符合我对那种很直男 但是很gay的那种感觉 他是武警 他是武警,他是警察 然后呢,毕业之后又去做互联网 做HR 反正他很符合我那种很反差的那种感觉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就意识到会有很多吵架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吵架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啪啪啪 你知道啪啪啪啪啪啪很和谐 然后很多问题都被掩盖过去了 然后后来随着我们那个逐渐减少 然后我们争吵就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对我很好 因为他是北京当地人 然后我是在去北京工作的人 他会认为我没有归属感 所以他会介绍他的朋友给我认识 然后我也参与过他的家庭聚会 那他已经出队了嘛 然后呢,他爸爸妈妈也见过我 他爸爸妈妈以前 他爸爸以前还跟我说 他说我的孩子不会做饭 真的,我当时都觉得 我应该会跟他很长紧吧 他说我的孩子不会做饭 希望你以后能够照顾他 我说我,因为我当时厨艺也一般 现在也一般嘛 但至少会做吧 我说可以 然后我见过他的家族 很温馨 很和谐 真的 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幸福和温馨的 就是他们的大家族 我经常就是会聚会 经常一起在一起聊啊 或者是开派对啊 很和谐 彼此之间也没有很疏远 但我们家族的话 就来往比较少一点 对,这就是不同 所以我到他家之后 非常的温馨 很好,感觉很好 然后他 他有一次做一 我举个例子 就感觉大家的不同 他有一次不是吃完饭吗 他立马就说 爸,去给我盛碗饭 这个行为在你看来怎么样 对啊,你真是说 说你真实的感情 很正常 很正常 在我家里不可能这样说话的 就是我爸永远都是很 很凶的一个脸 他往日一坐 就整个氛围 就是很荡的那种氛围 就是整个家族感觉很 很压抑 就是我爸的事情很差 非常差 就是他没有开心过 在我一 不能说在我记忆里 你见到他 你就感觉他 这个人就一直以来 都不是很开心 所以我在他家里 过得很舒服 很开心 很快乐 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就是在于 他希望会有一个很 很周到的人吧 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但我后来 我通过他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爱过 他其实很难知道怎么去爱别人 真的 他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对他的爱 我认为的爱就是 因为我刚到北京嘛 因为我工资也不高 我觉得我尽量他想要的东西 我也能满足的尽量去满足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对任何人有出轨的想法 我对我 我真的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不是劈腿 这些都认为是我对他的那个好吧 包括当时我已经知道 中国存在35岁危机了 就是如果35岁 你没有做到经理 做到高管的位置 其实你就很难找工作了 所以我当时在 在北京找到第三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很想往经理的位置上爬 我当时工作算努力的吧 我每天都一两点才下班 在我 但是我有时间 我就会尽量去一起出去玩 一起去陪 但我还是无法做到那种 很温暖的 很包容的 很主动的 很细致入微的这种付出 我做不到 我没有满法满足在这些需求 我们刚开始吵架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下班之后 都不愿意来找我 我也跟你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对于我像这种 欺人来说 我独处是我很轻松的一段时间 如果上班上了一天 我应付了很多人 我会很累 我需要有一个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谁都 我那个时候不是不理他 去找别人了 是我谁都不理 我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 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 然后恢复精力 我需要这样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永远就不理解 他最后妥协了 妥协不代表理解 你知道这种意思对吧 他说I don't care 他代表 但他永远无法理解这个需求 对我来说有多大的作用 他无法理解 我们最后还是吵架 其实后来他说算了吧 无所谓的 这是我们最后达到的一种妥协 但他始终也是无法理解我这种感受 然后后来呢 还有比如说 他说感情是当我没有说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我要什么 对 他说如果说我要跟你要 这就体现不出爱了 你得在我没有提出需求之前 你就得知道我想要什么 这是我们后来争吵的点 真的 这是我们 我们有三件事情争吵 一个就是他认为我老慢 会发信息很慢 这个后来我改了 虽然我们一直争吵 一直争吵我改了 然后好像有一个刚才说的 我下班需要一段读处的时间 还有一位就是说 希望不要让他说我才知道 他希望他不说我就知道 当时我是不懂的 我认为这是作 你知道作的含义吗 就是 有点矫情 有点英语该怎么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 没有事找事有点公主病 公主病这个很能体现对不对 就这个感觉吧 作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后来我理解了 因为我后来进入到了一个大的公司 虽然没有升职的空间 但是很稳定 这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 大公司是很稳定的 等我稳定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想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进入大公司之后 其实已经分手了 我后来想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的注意力有没有在他身上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不说你就能知道我的需求 这表示你的注意力在我的身上 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但是 关于这个 我要 人要不要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很疑惑 因为成年人不只有爱情的 对不对 成年人也有自己 成年人也有工作 成年人也有很多 也要处理这种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至少对于我而言 我没有这个能力 说实话 我没有这个能力 他可能 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能力 也许那些很聪明的人 可以实现这个需求 但直到现在 我理解了他这个需求 在时候我认为 我还无法达到 然后我们后来争吵 就是因为我们生日 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时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时候 他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但他觉得加班太多很累很烦 他不想去了 他就去里边上班了 但他需要考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呢 也很少联系 他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 我需要帮助他 比如说考研嘛 然后他会很累 他希望我能分担他一些东西 但我好像当时没有察觉他的需求 没有满足他 然后我们就 再加上我们之前 也有很多的不一样 我刚才也提到 这三点不一样 这三点不一样 就老是让我们争吵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然后在 在我送他的那个路上 那天我们生日 真的很戏剧性的 然后我订了一个蛋糕 那个图片我现在还有 我待会可以发你一看 我在订那个蛋糕的时候 我说的是震惊 他们是同年同业同日生 但还如此相爱 但是 当那个蛋糕制作好的时候 我们当时吃的其实是散伙饭 你知道什么叫散伙饭 对 就是吃完这顿饭 我们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见面了 叫散伙饭 对 然后 但是那个蛋糕仍旧是我在 开心的时候 我们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时候 定做的 但生日我们就决定那天要吃炸火饭 所以 我当时很难过 你知道佛教里边不是有那种轮回吗 上辈子下辈子这个知道吧 所以我认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可能是因为上辈子同年同月同时死灭 对 所以我有很梦幻的想法 所以我当时吃蛋糕的时候我就不要哭 所以我 这个事情 在我眼前发生 但是我无法掌控 对 他也有情绪 我也有情绪 但是 就说了 就有一种赌气的成分在 我觉得当时我是有赌气的成分在的 然后 他也很可笑 他说 你怎么哭得这么严重 我没见你哭过 因为我 他对我说我冷漠 这个你有聊过对 替人容易感觉很冷 对不对 你怎么很冷 然后你喝的这么严重 我说 我好像 并没有预想过这一天真的会发生 懂 就是我们虽然一直说说说说说 但没有想过这件事真的会发生 然后 但是我哭得真的很严重 就是 就是我贴蛋糕我就控制不住 眼泪就直接流 我也不是那种抽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往外流 然后我也很能表达自己的说话 但就一直往外流 然后他说了下很 很离谱的一句话 他说既然这么难过的话 我们今晚就 再啪一次的 你知道再啪一次你知道吗 然后 他想打一个分手炮 分手炮 你知道吗 分手炮就是打完这一炮 我们再不见面了的意思 我不行 我不行 就是如果说 这个人并没有让我感觉很有安全感 或者说我察觉到他不喜欢我的时候 我就不想跟他打个那种关系 对 所以 那天晚上我就没有 同意 然后 我们就 那个 我就回家了 我本来以为我 可以 平缓的度过夜晚 因为我有个习惯 就是只要我要睡觉之前 如果遇到一个不开心的事 我今晚我就睡不着 所以我就预定了那天晚上我可能睡不着 但我不会觉得我有多崩溃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很崩溃 我到家之后 两个小时没睡着 然后我就醒来就一直绕着我那个小区附近的马路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天亮 然后把自己的精力释放掉 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拉黑彼此 微信没有拉黑彼此 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说我好像从这种悲伤的感情当中走出来了 然后表达了很多的文字 就是说为什么我无法觉察别人的感情 这些东西我思考了很久很久才发这个朋友圈 但是他的感受 这就是人和人的思维不一样 他的感受是我在call back我们那段的感情 因为这件事情毕竟过去了大概有三四个月了 他说你都三四个月了 你在call back什么呀 但是是我从我的视角上来说 我想通了很多我没有想通的东西 所以我发了个朋友圈说 有些东西我可能渐渐的明白了 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很多的这种 我知道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有哪里惹他不开心 他就把我给删了 那是三四年前发生的事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在成都过的年吧 然后呢他有加我的微信 三四年过去咯 还有加我的微信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加错人了 这个理由也很扯对不对 三四年过去了 他有我微信账号这件事就很扯 但他还是找到了我 他还是跟我这个聊天 我说我在成都 我说我来说这件事情 我变得到你 我闺了我 我闺了你 然后我们去的家里 看看我 我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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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闺了你